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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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都告诉自己不准送了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叫做熔断 那么熔断的话在国外都有的 它是一个蛮普遍的东西 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很恐慌 像羊群一样的 今天怕这个 明天怕那个 然后尤其是中国A股市场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冷静一下吧 你看都跌停了 咱们指数也不要老是这样大跌 跌个百分之七 百分之十 你这个护生三百 这是一个既能反映上海 也能反映深圳的这样一个指数 咱把它挑出来 到百分之五的时候呢 就警告你啊 我给你十五分钟 让你思考一下 你到底该怎么办 然后十五分钟不准交易了 然后如果开盘了之后 你还不冷静 还想剁手 还想去买 还想送礼物 那怎么办呢 到了百分之七 我告诉你 我不准你交易了 我今天一天全部都不准交易 所以你讲的那个段子是有第二个段子的 在第二次这个全天熔断的时候 那是上午 才开盘没多久 就十五分钟就熔断了 熔断了之后 那个时候老王还没来起 老王还没来得及来呢 他就回家了 那么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这个 这次有人还说是英明 就说是大家这么一骂呀 就是能把一个才实行了几天的 一个熔断的这么个这个规定 给取消了 这是英明吗 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说咱们股市的暴跌是不是因为熔断 因为第一天的时候 然后有很多人骂 说你看你搞的这啥东西 但是我真浏览一下历史背景啊 在熔断实施之前 我很少看到有人骂 也就是说在这个制度实施之前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会这样 这么尴尬 对老王造成这么大的不便 谁也没想到 对吗 然后呢 然后那个完了之后 后知后觉者全跳出来了 说这个制度有多糟糕 对 说你们有多差劲 你怎么愣着这么个一个玩意儿 第二天交易十五分钟 关事了 怎么愣这样 然后讲 紧接着晚上 那就那就那就决定 说暂停了 我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文章 我说一个男人如果疲软的话 你不要把责任推给安全套 因为当时讲 大家讲这个东西 也有关系 是个安全套 说什么呢 说美国人家那个 没有涨停 没有跌停 人家没有结扎 然后 所以人家会带套 那我们结扎了以后还带套 我就说你不要跪安全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股票这个时候 硬不硬给扎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宏观经济 应该说非常严重 人民币贬值 就一系列 你往那个基本面上去看的话 我看不到一条所支持股票往上涨的 但是你会看到那些分析师都在讲 今年有牛市 而且会怎么样怎么样的牛 当然中国的牛太多了 各种花色的 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当出现股市跟他们不一样的情况的话 他就把这个责任推过熔断 然后完了之后 熔断 寿终正行 享年七天以后 那么 紧接着我就 我就发了个微博 发了微博里面其中一句话 我就说 熔断 暂停以后 暴跌不见的结束 那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中国股市如果它应该跌的话 那这个板子不应该打到熔断的头上 而且 那就是说 现在这个中国到底要不要搞熔断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 我倒觉得应该把涨停跌停给废了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东西 那每个股票跌到10% 就就就停了 不能再跌了 涨到10%不能再涨了 事实上你看所以去年的股贼 去年那个股贼造成的彩塌 就是因为涨跌停造成的 如果说一下子一天跌了20% 30% 还就行了 我们一下子六天千股跌停 那挺像人 为什么呢 有些人根本跑都跑不掉 但熔断本身它是个市场化的东西 因为它反映一个大盘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护生三倍 如果说可以是暴跌的话 那么假定它可能未必突发了什么情况 突发了什么让大家非常恐慌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交易所可能应该出来 比如说 暂停的这15分钟 不是我们交易所在喝茶 不是啥都不干 而是你应该告诉市场所 现在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市场很正常 我们再开始交易吧 就是这样 但我们的交易所 你看我们整个就制度建设 一般都是半拉子工程 以为搭个架子以后 然后啥事都完了 把人家累赛的那个精髓没学进去 哦 安赴市场 所以我讲 学了人家的行 没学人家的神 人家停下来是要改革检查 有没有信息 没有披露啊 或者突然爆发一个什么情况 导致市场如此恐慌 而不是说你静下来就完了 那他这么说 大家一骂赶快取消 就不搞这个熔断了 这也是一种进退失据吗 这个确实是进退失据 绝不能人家一骂我就取消 我偏不取消 就是他现在其实这个市场 每个市场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美国啊 有了熔断之后 我们经常说中国这个一天 把美国九年的事干了 人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出现了一粒熔断 对不对 我们花了一天熔断第一天 新年第一天 熔断了啊 对 然后你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看这个美国市场多么多么好 中国市场多么多么糟糕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生态 完全两个不同的市场 你想我就这么说啊 你到美国去 你会发现大多数美国 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朋友 傻傻的脸蛋红扑扑的 他从来不操心什么 我要投资什么的事情 把钱交给基金 让基金给我去打理 然后他就万事大吉了 他根本不担心有人去骗他 知道吗 也没有什么恐慌心理 他也不担心 央行今天出一个政策 他又惦记我的钱袋子 他没有这样的恐慌心理 这个就有点像当时 这个欧洲人到那个 或者是这个东南亚那边的 总群到澳大利亚那边去 然后那边的恐鸟 那边的那些鸟啊 有带类的什么像这个动物之类的 大部分全灭绝 为什么 他完全没有恐慌心理 看着你很好奇 他就扑上来了 对不对 他就是美国的这个投资者 就相当于这样的一帮人 他也不直接进股市 他根本不恐慌 所以有一点点恐慌 除非真的熬不住了 08年了 然后他恐慌一次 那个时候就不是股市的问题了 是全部都大地 咱们中国人民是精弓之鸟啊 对 中国就玩一下弓弦 啪鸡就掉下来了 对 是的 中国都不用弹 就是说你只要 你只要就是做一个走势 对 说我要弹了啊 然后这时候 小明树上三只鸟 然后我弹 拉一个弓 几只鸟下来了 十只鸟下来了 大家都吓死了 所以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精弓之鸟 他的恐慌是极端的 然后是非理性的 隔壁老王都下阳尾了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 刚才马老说的一个事啊 我这个不懂这个股市的人呢 我倒是也从最近一些事里发现啊 你看他东西都有一个停 对 都有一个停一下 你比如前一阵这个万科 这个这个保万弄的弄不下去了哈 这万科停牌 教廷 教廷 免战培 对 这个机制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我们这个这个 容断当然跟他那个听不一样 那个是他还没想出招来 他利用这么一个合法的这么一个手段 然后他在后边做工作 进行反击 这是好的吗 或者说这是 这肯定好的 有符合商业道德的吗 正常的 比如说人家要收购你 对 你就光机我停牌 我们现在是最关键的是什么 我们还缺一个机制 比如说现在我们假定啊 假定王师就是为了保自己 那么 他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啊 这个公司不属于他的 但是他现在居然有这么大的权力 不征求所有股东的意见 就自己决定停就停了 但现在停应该是好的 因为 现在这两天这么跌 对吗 对 停着就不跌 但是我们讲 那么 在美国他有一个机制 就是如果说你要这么干的话 股东可以诉讼你 他认为侵害了我的权利的话 他就会 律师就直接找股东 比如说找十个人 十个股东 我来代表你 向毛师发起诉讼 内部人控制这个 那么这个也就形成一个制衡了 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你不该这么轻易的干 否则的话 你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所以我们没这个机制 而且我觉得真是有个代价 这次我还看到 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退失去 甭管你这个熔断 在中国搞的对还是不对 你就几天之后 荒奇又取消了 对 几万亿 几万亿的钱打了水漂 好这个代价 有人负吗 有人负责 比如说某种程度上 损失的苦主 他可以找谁去讨债吗 嗯 他可以去状告证监会 我估计你赢不了 也没有一个法院会接这样的案子 对 而且是交易所 包括我们现在你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我为什么要讲 就是这么多年 你看所有的 我们这个市场 让我最绝望 让我觉得最看不起的这什么地方 二十年来 这个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 跌 还就 就继续往下跌 跌继续往进山 所有的游戏 我们老讲说一个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我们跌倒二十多年了 还在继续跌 而且这个游戏玩的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 你比如说经济这么糟糕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 你不应该对资本市场有太大的期望 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不应该跌 那么你跌的话我一定会骂死你 对吧 我一定想发射法 然后就绑架国家 不断的出救世政策 大家看一下资本市场二十多年以来 哪一次就成功过 当国家要救的时候 如果你的身体非常棒 需要救吗 对吗 当要救的时候 我会给很多股民讲 我说那个火灾如果发生之后 你能从火里边捡多少东西 你减多少改会跑 结果过来之后 你看前一段时间 股市不是又上去了吗 又一帮人跑过来骂我 我听了你的 我跑掉了 你看现在长得 这两天又跑过来感谢我 我骂错你了 但是我是一个个人无所谓 证监会 国家 作为一个监管层 作为对这个视察的维护稳定者 你听到夸以后你就飘飘然 听到骂以后 你立即采取一些非视察的举措 这个市场怎么成长起来 所以我觉得 中国股市到了二十多年以后 你仍然发现 他仍然长得这么高 他没找到 而且他没脑 他千古跌停的时候 他不就行吗 千古跌停 千古跌停 为什么给跌 因为估值不应给那么高 对吧 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情况 跟前面我们的疯狂有关系 人民日报讲四千点四七点 改革牛市城里的 对杠杆不闻不问 那个时候我想叶老师肯定看到那里边 杠杆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 所有的人都很疯狂 到银行里边去贷款 我都唯有很多人把房子递了 说要改变命 当时我记得 我有一个做基金的朋友 就当时很好心的跟我讲 说老马你一定要参与本龙牛市 如果你不参与 你的人事命运会发生剧烈的改变 我还是扛住了 就自己的那个小范围里就小玩 我没大参与 我的人事命运没发生改变 但是我走为很多参与的命运 去年发生了剧烈的改变 这挺吓人 这读长不大 所以我今天我发了个文章 我就说 这个中国股市本质上 真是一个很反智的游戏 很弱智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制定者 游戏的参与者 旁边这个助威的呐喊的 独美脑子 二十年来这个游戏玩的 越来越没技术含量 要让你去你能行吗 我去的话我想是这样的 最起码来讲的话 你比如说这个 以前人犯过的错误 我们尽可能的可能少分 所以 所以根据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你的这个感慨啊 让我怀疑有一种可能 就是所谓小说里经常说的 就是说啊 为什么看上去那么愚蠢 人的智力也许都差不多 估计啊 是在某种机制上讲 不管把谁放到那个位置上 对 你可能最终 你看中国历史 就无数次证明 说在他们的皇帝怎么那么傻啊 他为什么这么傻啊 但是后来发现 也许谁放在那个机制里面 最后出来的也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觉得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是 我呃 那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啊 你你像这个去年 那个要拉抬股市 然后拯救经济 对不对啊 然后当你拉抬股市 你一定是高杠杆 然后很多资金就进去了 我如果我我经常把自己放在我如果 我当然不会成为肖刚 但我如果是在肖刚的位置上 有那么多 连磕瓜子的我都得罪不起 然后一个企业就是一部长副部长 然后他太太在那炒股 这个时候我能干什么 我能干的就是抓住这个人家让我做的 我做之外我其他的我当做看不到 这对我来说是最理性的选择 我不是蠢 我就当做看不到 你让我去杠杆 好 这个你让我去 我去啊 我就是知道去杠杆会这样子 我也不管不问 然后包括现在啊 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看啊 我看了最近的几天 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了现在 以前说是熔断 所以股市下跌了 对现在 然后说是这个说是人民币汇率下行 股市下跌了 昨天人民币汇率是上升的 啊 然后没有任何理由 就一点你会发现 就是1月4号开盘第一天 你就会发现有人砸盘 这个时候啊 一个是监管层 然后一个是掌握很多很多资源 这么一个做交易的人 我开盘我就砸盘 我就砸给你看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来抓我呀 今天这两天有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这个 在去年在古巴里边说 赶紧清空对不对 被罚了15万对不对 那我现在我就在市场上交易 我开盘 大家全都精工之鸟 我只要装装样子 我只要个30亿或者50亿 哗擦一下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来抓我呀 你敢吗 怎么不敢呢 你凭什么抓我 我抛盘你凭什么来抓我 而且我如果掌握 这样大量的资源能够影响股市的 你敢吗 我还我们真还这么干 你看去年的时候 就你必须承诺不卖 这个不卖我去做的挺奇怪 这不卖股票就是美卖流动性 他起来的 不能卖 这个这个你你必须 你必须做承诺 而且承诺的那些还挺高大上 最近这几天不也是让什么高管 要承诺 后来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那些承诺的偷偷在减持 而且偷偷减持以后 对他们的惩罚也是非常低 就这个市场最终最大的政见在哪里 这个那些承诺都很廉价 而且呢承诺 这个不遵守承诺的后果都很轻微 对这个市场最大的特点就是如此 你好像在所有的人都在讲童话 但童话就是骗人的 那他后边干的事都是成年人 在那干的那种很迟落落的那种事 就是副总指挥被抓了 就是总指挥也被抓了 你让股民怎么行 所以说咱们这个实话是贬值最低的 对对 实话是最低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看夜谭还写篇文章 熔断威力不雅于朝核 对 怎么这么危言耸听 这不是危言耸听 对于中国来说就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啊 如果继续跌 它熔断还在的话 因为大家都精工之鸟 所以只要跌百分之三 就直奔百分之七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跌了百分之七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下跌 下跌了之后 大家用已经不是股市的问题了 如果是大家用这个股权去抵押的 那就影响到基金 影响到银行 影响到其他的金融机构 如果是跌到两千八两千七 也别玩了 也别做什么都不是股票的问题了 大家该干嘛干嘛吧 基本上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当时熔断取消 我想他们也未必愿意 因为是鸟都撒了知道吗 全都直接躺在地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要去拐那个指数 对吧 你这个证监会为什么 以指数作为你整天的工作 你要整天盯着盘下散户一样 你为什么不去搞 真的把这个市场真的变成一个 让大家有信心的市场 大家为什么没信心 就是你被绑架了 那肖刚被绑架了 肖刚必须盯着 不能跌破三千 因为肖刚当年讲了四千五 四千五以下是你 你不能那个减持的 那么他定了一个叫政策底了 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负干这种事 我一直讲 我说我们二十多年来干的事 就是不断的保指数 指数没有保住 所以我这一次我觉得啊 我们能不能做个宣布 国家以后不再就是 以后马光远来管 不再就是 你就安心做制度建设 最后夯实这个制度 你包括现在大家还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注册制恐怕更承受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围绕注册制的一系列 比如说美国 人家有集团诉讼 律师整天靠这个赚钱 谁敢胡作非为 我立即扑上你给我赚钱的机会 我们没有 股民告一个操纵市场的 都法院都不受理 最比如说 刚才那个叶老师讲了说 这个证监会那么那么一点人 根本盯不住那点事 那如果说你不让人民穷重 来解读人民穷重的话 所以我最相信股市要好起来 还得靠我们朝阳穷重 真的 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这个这个这个熔断 我们来来来看一下 瞧 这就是 我怎么觉得这跟心电图似的 这家伙脉搏一直下去了 停了 停了 心跳停止 这是1月4号那一天 1月4号熔断 我最喜欢看这个表情 这好像在医院里边干的 对对 你瞧 熔断 这照片挺有表现力 哎 你说我真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我们还大批群众 纷纷还 还在搞这个股票呢 那当然 因为因为总有 总有赚钱的时候 你当火热的时候 真的 你要扛得住很难的 嗯 所以你看我那个股市一热的时候 关于那个禅师的段子 就会特别多 啊 这个禅师怎么 禅师都炒股被套了 就合照 就这样的段子特别多 为什么说 中国股民的记忆力是最小的 那么 骨灾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个 痛不欲生 但是一旦过去 一旦听到隔壁老王赚钱 所有的人 记忆 我们以前讲说 记忆只有七秒 所有的 走围的 所有的人忘记了过去的 商与痛 哎 这当然也是股市的魅力 我觉得股市最大的魅力就是什么 就是如此 但我们这个股市真的太让人 我们这个因为 太可怕了 中国股市将来写个对联 就可以可以 可以叫什么 不上联是 不见棺材 不落泪 下联是 好了伤疤忘了疼 是吧 我是觉得是被迫的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是你不进股市 你不进 为什么说他非要救股市 非要救楼市 很简单 就是并不是他想救 而是确实被绑架了 也就是说你不救 就是那死的不光是他 你也死 就是他被绑架在一起了 股市 不不不不 死前的关键问题是 他现在的股权这一块的抵押太多了 在银行里面 这个很可怕 就是跟房地产一样 就他如果保钢那么多抵押进去 就是这个游戏 他就不是一个 对 就不是正常游戏了 然后我如果